回現場我們現在看到 這個在中壢 現在大家都在等一個人 等的是韓國瑜 韓國瑜等一下馬上就會來到 這個見面會的現場了 我們稍後再為大家來做直播連線 不過現在看到這個畫面 好 我們的這個主播千惠 現在也在現場了 我們先來讓大家來看一看 到底現在目前他所觀察到的 有多麼的熱情 各位 等一下 那我要入 明昭 看到現場旗海飄揚 這是韓國瑜今天下午所展開的 眷村大巡禮的第三站 在中壢的華勳公園 舉辦的鄉親見面會 你可以看到在現場 這是一個籃球場的廣場 已經被擠得滿滿滿 現場最起碼來了 500多位的鄉親長輩們 同時你會發現 現場有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也就是國瑜夜市又重新開張了 你知道人潮到哪裡 國瑜夜市就到哪裡 所以你也可以想見 這有多少人潮 完全都是為了挺韓國瑜而來 而當然這個國瑜夜市最敏感了 所以可以想見這一場 一定又是歡聲雷動 好 那麼現在距離 韓國瑜要離開上一個行程 他即將趕到這個華勳公園的途中 所以目前很多鄉親 已經早早人手一隻兩隻的國旗 守在現場等候韓國瑜 很多鄉親 甚至從另外一個現場 跟到這個現場 那當然絕大多數都是在地的鄉親長輩們 那麼主要是因為我們看到這次韓國瑜回防桃源地區 其實顧票是最主要的目的 那麼尤其對國民黨來講 這是國民黨的鐵票倉 尤其從今天下午展開的眷村大巡禮 顧票之旅 對韓國瑜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尤其這一票又一票完全都不能夠錯過 再加上我們知道其實 對民主黨來講 桃源地區是一級戰區 尤其是在去年選舉的時候 桃源市長鄭文燦可以說拿到了六成的得票率 所以對國民黨來講 即使這是傳統的鐵票倉 但也不能夠掉以輕心 對韓國瑜來講 一張票都不能少 所以在這一次的兩天的桃源之行 可以說是在今天下午的三個眷村的走訪 對他來說是至關重要 包括稍早的時候在喬愛新村 以及在鹿光社區 還有他即將來到現場的 正是中立的華勳公園 那麼很多的鄉親長輩們 然後其實很多人全身上下 都是做了一番西豆 其實這些我們看到都已經見怪不怪了 因為大家都是從頭到腳 都是青天白日滿地紅 那麼很多鄉親說 他們其實等的就是今天下午的這一場 那很多的叔叔伯伯 還有爺爺奶奶們 更多的是其實身體行動不方便 他們也要來到現場見韓國瑜一面 比如說在剛剛我們訪問了好幾位 都是高齡八九十歲的老先生老太太 那麼甚至有老奶奶講著講著 就激動的哭了出來 他說他想到了下一代 他想到下一代的前途 所以他一定要投給韓國瑜 那麼更多的老先生其實他們都已經八九十歲 很多人其實是坐著輪椅 家人推著輪椅來到現場 我們無論如何 要將韓國瑜送進總統府 謝謝大家 祝福大家 感謝大家 我是魯明哲 公園的現場景象真的是騎海飄洋 剛剛千惠講說有八九十歲 甚至還做輪椅 我想到今天在桃園死湖的時候 有一位101歲高齡的老伯伯 對 他就在那裡 在很熱情 然後他甚至很感動 那麼還在那裡 熱情的親自來到現場去挺韓國瑜 後來韓國瑜看到了 還特別屈前向他致意 大家有看到這個畫面 就是在今天早上 在桃園死湖的那一幕 那個伯伯你看 他都已經超過百歲了 然後圍巾穿得多一點 然後坐著那麼容易 最近天氣又變涼了 其實出來一趟非常辛苦 但是還是要孕育出來 你看他 都感動了 你看都落淚了 看到這個畫面 連我又想哭 不過我們剛才看到 那華勳公園這個熱鬧場景 記不記得 在一個多禮拜之前 我們在台南的水平溫公園 那邊說是民進黨 傳統的民主聖地 綠綠的 結果我們庶民開獎上來的 都是台南的再基鄉親非常的多 甚至你看 大家有直播主還說 他們無意間錄到 後面阿伯們的對話 讓他自己嚇到 他說阿伯們說 這空心菜開始騙票了 還說還有什麼不可能 這是在台南的阿伯說的 另外其實也有人分享說 他陪老婆回到安南區 就是台南的娘家 說也很綠的地方 就是說跟阿伯們聊聊天 講到政治 他居然說這阿伯 還勸這個年輕人說 你們不要只會看網路 有時候我們台的新聞 或是說 比較中立公道的新聞 你也加減看一下 多看看 多了解 這年輕人覺得很稀奇 就是說這在台南 這是阿伯 然後反過來勸說 你們年輕人 你多看看不一樣的聲音 你多了解一下 相關的狀況你看 譬如說今天韓國瑜 去了桃園 這個福人公主委 就自己講說 我長期以來我就是深綠的 但是我這一次 為什麼會來挺韓國瑜 我跟韓國瑜 認識了十幾年的交情 我了解他 所以我又要選人不選黨 不是為了顏色 對 同樣也是在台南安南區 你看里長 這個叫做施伯南里長 他也退黨了 他認為說現在政黨 不理性的對立的狀態 造成族群撕裂 他找不到跟民進黨 同舟並戰的理由 不知為何而在 我們看一個一個 不管是明代 不管是宮廟的主委 不管是阿伯 我們要向輝文哥 一個一個出來 然後認為說 現在都是一個選人不選黨 都變了 我聽到你的理念 我支持你 對 我們看這個 菁英韓國瑜在桃園的行程 現在已經到華勳公園 剛剛在另外兩個行程 也都有談話 然後有一個媒體的聯訪 就這麼短的時間 要一直談話 當然對韓國瑜是很困難 因為這麼多鄉親在等 然後第一次看到韓國瑜 我們等你這麼久 你雙面說兩句 但是這樣的密集的 這個演說跟媒體的採訪 其實對韓國瑜的體力 跟他的那個應變 會很困難 因為當然鄉親有時候 作談會有那些 五花八門的那個問題 那像韓國瑜就變成總統候選人 兼行政院長 兼霸佈二會的時候 什麼都要打 這個會有實際的困難 剛剛幾位前輩提到說 網友的部分 我希望對那些比較偏激的部分 我們愛與包容來看待 今天早上郭台銘那邊有記者會 他們對一些網友提高 我覺得有些網友很奇怪 你去詛咒郭台銘的媽媽幹什麼 你們到底是哪裡有問題 我沒有用藍綠去看這個事情 你幹嘛 他們真的是網友 這些 你在幹嘛 你對人家支持韓國瑜的 他也沒愛找你 你去罵人家幹嘛 你管他幾歲 你管他怎麼樣 郭台銘的媽媽跟這個選舉 跟這個有什麼關係 你詛咒人家 他說誰是誰的什麼 因為玉琴知道 我基本上我是不贊成提告 因為告也沒有用 但是我真的覺得 有些網友的部分沒辦法 我講一個比較正面的 這個我們先看一下蔡總統 他說謙卑 謙卑 再謙卑 是當時他希望民進黨 全黨跟他一樣謙卑 可是最近已經不一樣 蔡總統他最近很開心 他說我們是有史以來 最會做事的政府 就開心的 然後是最有效率的政府 然後是最照顧人民的政府 你很敢說 但是我拿一個例子告訴大家 我認為韓國瑜會贏 為什麼 是誰告訴我的 是賴清德講的 賴清德在民進黨黨內出選前 他說只有我能贏韓國瑜 賴清德說蔡英文贏不了韓國瑜 這都他講的 你們趕快去把6月4號的袋子 調出來 這個賴清德講的 他說柯文哲守不住台灣 這都賴清德講的 我是民進黨內 實力最強的候選人 你是實力最強 可是民進黨沒有提名你 所以韓國瑜會贏 你看只有我能贏韓國瑜 所以蔡英文贏不了韓國瑜 這些都是賴清德講的 現在賴清德他 因為他其實賴清德是被做掉 你看現在韓國瑜被休止的狀況 就是當初賴清德在黨內出選的時候 被休止的情況是一模一樣的 國家機器 網軍 賴清德都求饒了 所以現在這些網軍跟國家機器 用更強的力道去修理韓國瑜 我一點都不意外 但是請大家記住賴清德的話 蔡英文贏不了韓國瑜 這是賴清德講的 能團鬥 所以疫情我的結論非常簡單 就是對這些狀況很厭惡的 我們一直口出比伐沒有用的 你只有72天之後去投票 就韓國瑜講了 大家保持健康 開開心心 明年的1月11號也就是72天之後去投票 只有投票的結果 能夠讓民進黨再出來道歉 沒有別的方法了 只剩投票了 是啊 我們剛剛看到的例子 台南的安南現在不一樣了 會錄到連 北都說你偶爾要看一下中天 讓這個網友自己都嚇了一大跳 都變了難道包括嘉義嗎 來 國瑜哥 講嘉義之前我先講延續剛才的桃園 其實桃園 鄭文贊拿了六成的選票 但是並不表示小營可以拿六成選票 因為投票是人 他做地位的 他是看人不看懂的 你看許新娘也很過的官庭 女少年也很過 國民黨交叉這樣都很過 那是個人 所以投票人他過期的公禮 是選人不選黨 所以這個桃園市還大有可為 嘉義縣市的話 你看那天韓市長去嘉義市公文 我是沒上台 我是真的有去現場 我去站在上後面 人群最遠的地方 我還遠遠的在直播 我還幫他直播 確實人是真的 那個公禮過期好像不可以 走過那麼多人 那都沒有油門車的 都沒有油門車的 都自己來自發自動的 自己來的 你來看未來 你看陳明文先生也好 還是蔡宇先生也好 你看他們的造勢場合 需不需要油門車一台 一台特徵人一台 油門車都打便當 甚至像現在每一天 問政說明會 對 昨天陳明文委員 恩政說明會在西口鄉 他說這邊是一個主權 台灣國主權 跟中國路線的一個選舉 他昨天也提到 我沒有聽過這句話 他昨天提到說 韓國瑜市長是一國兩制 終極統一 有講過這句話嗎 那是假新聞 真的有說這句話 真的有說這句話他講出來的 他把我講成中國慶 都把我抹到中國去 所以說我不相信 假期關係的人不會改變 我也不相信假期關係的人 你們當時在觀察 每次如果選舉就跟我們說 只要投給民進黨 就是要台灣 沒有投民進黨 都是出賣台灣的 怎麼可以把主權 每一次四年拿出來弄一次 四年拿出來弄一次 你用途無效